以下是根據新的研究結果 即使未嚴重感染過中共病毒的患者 在恢復幾個月後 抗體水平也會升高 而且這些抗體可能會錯誤地攻擊自身器官和組織 在177名確驗感染中共病毒後康復的醫護人員中 所有人都獲得持久的抗體 其中一些抗體可能導致關節、皮膚 和神經系統慢性炎症和損傷 洛杉磯雪松西內斯密達心臟研究所的蘇珊鄭說 我們通常不會想到在這些人身上 會有這麼多樣的自身抗體升高 或在臨床完全康復後6個月內保持升高 研究人員12月30日在轉化醫學雜誌上報告說 男性和女性之間的自身抗體升高模式有所不同 蘇珊鄭說 我們還不知道在6個月後 抗體升高會保持多長時間 或是導致任何重要的臨床症狀 監測個人的發展將會是至關重要 他的團隊正在調查自身抗體升高 是否與中共病毒康復者的相關症狀遲不去有關 並計劃對新變體對患者自身抗體水平的影響 做相關的研究 研究人員認為 免疫系統的記憶B細胞對Omicron變體產生的抗體作用 雖然被削弱了 但仍然可能發揮重要的作用 研究人員推測 記憶B細胞強大的增值和產生抗體的能力 可能會在不足兩天的時間裡 對這些抗體的有效性降低進行補償 他們說 結合其他免疫系統組成 特別是T細胞 B細胞所發揮的作用 有望解釋為何大多數疫苗受腫者 不會嚴重感染 以至需要住院治療 作詞理&進行裏 播室